好,歡迎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有懷疑 介紹完這個新版 在這段期間,其實有一個題目一直都很想說 觀眾都應該很想聽 但事先聲明先,其實在錄這一集的時候 我很差勁地說一句,其實我們已經重複了一次 好像都說得不太好,所以這一集不存在 還沒出現之前,這個版本就應該收了一集 你們現在聽的是導演剪作版 這樣嗎?那你要先道歉 你不先道歉就不給錄的 對不起 給超馬Booey有幕後花上去看前期製作 我們今天要講的,很少講的題材 過往都是,Marvel和DC 很少講的意思,很少講真人電影 是的,這個漫畫其實在一些 我想如果你現在想接觸的聽眾來說 其實要追回差不多程度是很辛苦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DC也好,Marvel也好 他們那些漫畫是多重宇宙到 你是不知道怎樣追的 不是,多重宇宙是有問題的 他們老到根本就找不回本夜看你 我覺得現在又不會找不回本夜看 現在就找得回本夜看 你要找到,叫做什麼呢? 真的是指板,不是Digital棒的話 那就難一點 但是Digital棒的話,其實就有的 我們就不是說單獨一套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一套Super Hero電影上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票房都已經是 現在電影票房裡面的一個寶丹 基本上都是 即使你多不好看也好 那倒是,穩陣 即使你的評價很差 當然開始這個 所謂超級英雄的電影化 之前零零碎碎當然 你會不停看到偶然會有一套 很早之前,即是二千年 或者是由漫畫開始 其實已經很零零碎碎 Blade,X-Man,Spider-Man 會找一個Super Hero出來 拍一套電影 拍完就算數了 但是真正你說 其實我們這次想說的 其實就是說 OK,真是這個超級英雄的電影 即是這個所謂的電影宇宙 重新去索造 究竟就是 當然我們知道的 其實是Marvel最率先的 去開啟他這個大計劃 去到現在 從2008年開始 去到現在 可能花了8年的時間 他終於建立了一個 就是 很多 你說他的同行的敵手 或者持有版權的電影商 趨之若無 哇,你搞得這麼厲害 為什麼可以 開始就想 急起直追 當然急起直追那個 其實沒有其他人 只有DC 難聽說 你可以一龜都可以拍的 是不是? 可以的 所以一定是DC 就開始 其實很多人 像這些漫畫角色版權的 藏商都蠢蠢欲貢 你看看藏商 你整天的熱門都可以拍的 英雄廣東十虎系列 什麼? 是Star Wars 對 人家是新角色 Star Wars盲盒 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DC拿 用最快的速度 去追回 Marvel這8年來的努力 還有色鼓勵 今年那兩套 Batman vs Superman 還有你剛剛 最近的自殺特工隊 又好 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的名字很奇怪 中譯 超譯 直譯 這幾套 和DC的第一套 是鋼鐵英雄 就是超人 Batman vs Superman Man of Steel 其實他是 超人2 在這個發展上 其實DC沒有很否認 這方面真的很急進 他急進到的地步 其實我們今集是想看回 他究竟在什麼地方 但我給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就是 他基本上是所有的東西都衰 這些是我們 動漫良心的良心 一直說的問題 這是什麼epic fail 你講一講評分的範圍 有什麼總值 你這麼快說他不行 那些人不開心 首先其實有幾個部份 首先是由角色塑造方面 還有核心主題 跟著就是敵人的索助 跟著最後就是他們 混合在一起 究竟是怎樣產生化學作用 但認真說一句 他那套 Superman Man of Steel 即是第一集那套超人 其實又不是很差 如果你單盯下去看 中規中矩 即是你跟他 Marvel Universe 他拍的那套 譬如《雷神一》 其實是很相似的 很多東西都很相似的 所以其實你 他也不是很差的 問題是今年那兩套 真的跌到不爛 首先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才說的 角色塑造方面 其實大家都知道 無論DC也好 Marvel也好 其實他們的角色 不是說是近幾年 是生出來的 他們其實一直在 可能我們未出生的時候 他已經存在了 這個角色已經存在了 但隨著這個 時代的進步 你都很難相信 其實為什麼一個角色 可以寫 寫也不斷尾 不是 他從啟宇就有一個新的出來 不過不用在地步行變身 不用穿內褲的外面 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歐美類型的 Super Hero的角色 是會隨著時代 他們是會 剛才尤馬所說 會重新reboot整個故事 再重新去寫 由他怎樣獲得超能力 開始又好 怎樣去擊倒他的敵人 你看到那些敵人其實是很慘的 他們是要死完又死的 他們是要 他的便當數量是真的 寒蟬 即是說 娘子 首先其實在電影化計劃裡面 其實我想第一步的就是 怎樣去把那個角色拉回去 在現代的感覺 重點 因為就算說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都好 你那個年代想到高科技 但在這個年代可能已經是低科技 我記得我以前有一套 series都挺喜歡看的 都算得超級英雄那些 Underworld 中文好像叫什麼 妖夜沉浪 如果你看回第一集 好像是03-04年 那時候還是有個Nokia電話 所以你是不會聯想到2008年拍的 Ironman Touchmon 頭射 類型的東西 你是不會用的 因為03年拍的超級英雄 還在用Nokia 3390 不是很簡單 如果你說Ironman 那種金屬的英雄 你想回當時拍的 就是鐵甲威龍 什麼樣子 就是 你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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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不是 你這樣說就錯了 一分鐘是好像Terminator 那些水銀銀 就變成了 一個角色的發展 首先要把它搬回 我們觀眾 認知 或者想像到的年代 就算你說 不要說Ironman Ironman也可能說 高科技 只要把科技的東西 再融合到那個角色 他都很容易做回 大家做回他一個 你用高科技的超級英雄 你最明顯的例子 就會是 Captain America 你的隊長 這個角色 就是怎樣把它搬回 因為他要怎樣搬回 在這個現代裏面 讓你看到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素造方面 其實都要花點心思 但是 我看得出 其實你說Marvel 在這方面 他有了心機 如何重新索造這個角色 符合現代 或者如何讓他適應現代 甚至他還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很old style的人 但是 他如何適應現代的東西 受到現代的衝擊之後 他不會變成一個窄 放心 然後他怎樣去自處 其實這些 這麼old fashion的Hero 他是會做這個處理的 但是 DC裡面來來去 其實我們看得最多的角色 Batman和Superman 他們是被reboot了無限次 在電影方面都行 Batman一直來講的套路 其實 變化沒有那麼大 你說最絕大的變化 只是Batman的三部曲 他集中說了很多 更加 由敵役方面去入手 去說了很多黑暗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陰暗的東西 令到Batman的角色更加具體化 出來讓你看到 哇 這個Hero 和我們看的其他Hero 真的很不同 但是 其實最難營造的 這個東西 都不能怪了DC 但的確是很難營造的 就是超人 是你們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對比 Christopher Nolan 那個Batman的Trillion 其實他和過往的Batman 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過往的Batman 你可能是拍一集 或者拍兩集 接著那些人 就開始不同 例如打野什麼 冷凍人 打野什麼毒藤女 他和與人那些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 Christopher Nolan 那三集 我不管他最後一集 雖然怎樣 但其實他還有一些 很標準的 就是 Rise of Hero Fallin 然後再起 就是一個很傳統的套路 你要很完整地 建立一個人 過往的Batman 是從來沒有做過的 或者是這麼說 過去的Batman 其實類似 你眼力比較的 可能是美國隊長第一集 二戰時代 很簡單 我是正義 你是邪惡 我來打你 你不用什麼理由 總之我打你就可以了 超人見到你 你是壞人 我先打你 要維護地球和平 因為Batman 有個位置 其實Batman 都要去Display 他的高科技 這些東西怎樣來 其實 《黑夜之神》 這三部曲 其實他是集中了很多 說他的科技是怎樣去形成的 那些Batman是突然說 今集有飛機嗎 下集有這個 打車 然後有全天的外匯 我會問 什麼時候有機械人 真的不奇怪 他突然之間說 做了出來 說有的了 很有趣 其實你留意一下 類似Rman的情況 研發過程也好 他使用的時候 會有些特寫鏡頭 特寫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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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比較好似 這個大橋性質 也絕對不同 不過你說他們在高科技 他們怎樣用高科技 去壓制罪犯這件事 其實你看到 兩者其實都有與時並進度 但我們剛才說的 超人 超人是很難與時並進的原因 因為他的設定 其實是很逆天的 甚至 其實他不是說 跟Marvel裡面 一個角色沒有比較的 雷神 我很相信 你在十年之後 reboot多一次雷神出來 雷神也是這樣的樣子 也是這樣的能力 因為那個能力是天生的 但雷神在漫畫 又被人扔過 出去羽閘在那裡 所以超人都可以死 但其實 回應剛才那個問題 你拿Batman 和Superman去比 Superman是一個很大的劣勢 正如一說 剛才說 你是不可用一種很傳統的 他不會有科倫的 他不會有一個英雄的 墮落這個位置 這就是最新的那套片 為何這麼糟糕的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你不可以很完整的 表現到他很人性化 很人格層面的 因為他很神格化 很有趣的 你看雷神第一集 為什麼雷神面識的人 你不可以催眉被人 雖然他做人的那幾個禮拜 將你墮落凡間 漫畫裡面 曾經也有一些故事 說他是失去了超能力之後 他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這個元素 沒有延估下去 我們現在看過的電影裡面 就算說的 可能短暫失去能力 曾經有一個Hero 說超人的 他有一節劇情 已經說他因為 失去了信心還是什麼時候 叫做本能性地 拒絕了自己的超能力 然後變成一個平凡人 他沒有透視能力 他又要戴上眼鏡 我忘記了是哪一年 哪一套 我想要後補資料 我突然之間 不太記得那個年份 不是沒有這些 但實際的問題 做了什麼呢 索造角色方面 剛才友馬和艾人 都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不夠著地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 不可能是人 真的不是人 Mathel裡面的所有的角色 甚至他的身份 多不是人 他有人類的煩惱 而在DC裡面 是不是沒有人類的煩惱 他們不是沒有人類的煩惱 不過他們人類的煩惱 大多數都是跟女兒有關係 其實跟女兒有關係 其實跟女兒有關係 你為女兒死 為女兒亡 為女兒煩惱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可以好來 可以貼地 所以那隻雞 全部都是雞 跟女兒有關係 純粹就是 不是經常困擾 而是說 最常用的橋段就是 現在不是媽媽跟女朋友 就是你女朋友 和你的雪 掉下水 你先救誰 應該不會縮水 因為這個是大體上 每一套Super Hero裡面 會面對的問題 我不可以叫這個 角色塑造 這個是固有劇情 R-Man第三集 很爽脆 全部自爆 我抱一條女就行了 但是其實 你又不可以用一個 很籠統的說法來講 其實很容易理解 當這個人是Super Hero 你要找他的弱點 找一個弱點 就是找一個不是Super Hero 但跟他最接近的人 所以這個很經典的套 就是找他的女兒 因為大部分Super Hero 都是兒子 所以他其實很合理 但有個弱點問題 就是 剛才說了R-Man的例子 下一件雪 不要就不要 我回家再弄一件又行 那條一定會要回家 這個問題很簡單 那他就是量產 但超人的問題就是 他超人力 怎會弄不見 而這個角色塑造 不是靠一集 去這樣表出來 一集你可能會有一些 很亮眼的位置 你會發現 這個Super Hero Tony Stark 他真的很重複 有些很容易看到的 鮮明的特點出來 但是他不是靠一集去營造 但是呢 DC的最大問題就是什麼呢 叫做他輸了給 Marvel 在那個時間上 一段時間 即是他叫做 沒有足夠的時間 他是把很多這些東西 濃縮了 其實用回日本動畫的角度 其實他有一件事很相似的 這兩家人 如果你看 Marvel 他有些相似 最相似 就像Kieser那套 庫拉拉朵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遊戲 但他是逐個女角的編章 去做那種類型 DC那種是什麼呢 DC是像那些群像劇 但問題是什麼呢 他不是有12集的 他只有一個幾宗 你根本就不會知道 他在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跟你說 這件事帶有要打完 你想想那奪拉拉拉 變成一套一個小時版 你覺得你在看什麼 就是Batman 而且你看到 猛威他在索造角色 他的物樂是清晰的 即是由他第一集 三集又可 他看到一個人的心路歷程 他成長的過程 即是說 Honey Star已經做了 十幾年的Alman 都要想一想 但是他平時的對白 會先推出他的個性出來 你會看到 或者是他們會有利用 就是那個角色 他的出生 他的背景 去建立他自己那套的價值觀 這個也是 我第二個會想說 就是他們每一個Super Hero 自己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DC那些都很明顯 應該說每個Super Hero 核心定位都很明顯 但是這個核心 在電影裡 你能不能夠 show off出來 其實不是靠一集半集 因為一集半集 其實你很難說靠一個敵人 很簡單的就說 打完這個敵人之後 或者那個敵人說 Batman就跟警察 可能有衝突 然後他就說 警察又開始不信任他 就是他 表現出他什麼呢 他好像是一個Hero 但其實 實際上他也是一個罪犯 只是一個叫做什麼呢 心存正義的罪犯 他是一個行私刑的罪犯 還有我看到 其實我喜歡BVS的前半部 即是他講蝙蝠俠 小斑版的那些話 OK的 他跟管家說 他們怎樣看超人 他的對白 和他講他父母 高潭視的問題 即是你看到形象角色出來的 你要補充一下 你這個是電影版 如果在這個位置 很佔你的位置 就是 死老爸死老母 其實不是你只是一家 即是 你怎樣 可以單憑那十幾二十分鐘 和我討論你 喂我好慘的 我命犯天殺孤星 然後被蝙蝠圍一圍 然後告訴我 我得道成仙 即是你不可能 這樣去討論一個故事出來 給人看 我覺得這個人 有很沉重的過去 我覺得他 這些很金融小說 掉了一個洞 你算一下超級英雄 有幾個死老母 很多人死老爸死老母 那是不是你一個很慘 又不是 那些所謂的傷痛 不是說 列出來 現在說什麼 你有十項 我有二十項 我比你慘 不是他這樣做比較 這個也是 你說 Marvel裡面 你這裡要數的 其實就是Ironman 和不是Captain America 裡面他們兩個之間 其實你去到Civil War 其實發現了什麼呢 他們這一對CP的關係 已經是 不是CP 是由他老爸那一代 開始結下出來 在中間裡 就是偶電師員 還加上 就是指腹為分 給Fan 再加上Winter Soldier 原來他說 殺死他老爸的是Winter Soldier 然後Winter Soldier 就是Captain 那些東西慢慢鋪出來 你覺得這段關係久前不清 真的 說一句就是 真情一百集都搞你不行 人家被第一集已經 先鋪了這個關係 而不是 我跟你說 我覺得你很不對 我又覺得你很不對 然後告訴我 原來你媽媽和媽媽和媽媽 有本事 家餐沒有問題 不是這些 那麼廉價 一時間的覺醒 因為這個問題 你自己有 有你自己的核心理念 你要去堅守 這裏也是做出來的感覺 會 甚至你可能覺得 你看Civil War裡面 有些人會覺得 我覺得Tony 那套理念是正確的 有些人會覺得 Captain那套理念是正確的 但是他也不敢咬死 他現在做這個行為 是錯的 因為他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 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 這件事已經很難 純粹說一句 他說你對 我錯 或者你錯 我對 這些簡單的結論 去定義這件事 究竟是誰做錯了 究竟這件事 發生這件事 究竟要追溯完 我要追溯到去哪個位置 沒有的 這條關係 美國隊長已經覆了這裡 覆到現在內地才出來 這個位 叫做這樣說 鋪了多久 鋪了八年 是八年時間 那裡你計 Iron Man的三部曲 再加上這個 Oringer兩集 是八集的電影 去鋪出來 他們這個 究竟誰是誰非 究竟你愛他 還是愛我 還有你留心電影 他是不是在說八年後 這個故事 他們在說 Iron Man已經做了幾年 幾年幾年 你見到他第一集 不可一世 第四處美國國會 到第三集 即美國隊第三集 他都頂了 Captain你簽名 快點 因為那個位置 好像跟你一起 去經歷 在2008年 發現了Iron Man這個 Superhero 去到現在 他做這個Superhero 其實他做了這麼久 他做了八年 他做了 他的心態的轉變 應該是這樣 你陪著這部電影去追 你會感覺到 他的角色的變化 而這個變化 DC是想挑戰 一集 就解決了他 因為其實他那個最有趣 或者他最肯扔本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他的角色的變化 或者是這個總會集 交集的位置 其實是用了之前兩個 都用了一集的電影去交代 你想回就是 Captain America的第二集 其實他是一種 他是由第一集 很建制下面的一個工具 變成了一個 反建制 反一個新的系統 打那三隻艦 但Iron Man的第三集 又是說他抑鬱那些東西 其實他這兩個鋪層 就是兩個交錯點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他去到Silver War 會有這樣的衝突 而這個位置 就是為什麼Marvel 會先確立了個人的影集 然後先將他們混合 就是因為 你沒可能是 你的主角在說一個角色的時候 因為另外一個 他不是配角 他也是一個主角 現在這個 等於什麼 這是一個超級機嫌大戰 每個人都是主角 不是有一個是配角 或者他是沒有劇情 他是二打六 就是陪跑的 他們每個都是 粒粒街巨星 所以做敵人是很慘的 我知道的 而這個就是 如果個個都是主角 那你用一套的影集 去present這個角色 是很合理的 因為他才是主角 我是要介紹這個角色 而現在裏面 最錯的一件事 DC那裏就是 其實在超人的第二集裏面 就刪了一個叫蝙蝠盒的東西 他就用二十分鐘都沒有的劇情 就去告訴你 我做完他三集的個人影集了 其實我不知道 I am和有馬對 但其實我對 Batman vs Superman裏面的蝙蝠盒 我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他在導演版前半部 我才能感覺到 這個新的蝙蝠盒的個性 但問題是 我在戲院看 我看不出來 以及就算我真的深入地分析 其實這個蝙蝠盒 和以前蝙蝠盒 我已經很久想到自己 這個不是以前的蝙蝠盒 和以前的蝙蝠盒 但是實際上 他是怎樣的 他沒有個人影集 我不敢講太多話 我覺得他有件事很有趣 其實Batman vs Superman 那個碎的程度 你是很像Star Wars Star Wars那種奇怪的地方 是甚麼呢 他的大招很簡單 故事也很簡單 你看看新的蝙蝠盒 又是拍打具型武器 其實跟之前那集也好 第六集也好 第七第六集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故事你很容易理解 事情很容易解決 其實你就是打一個大怪獸 所以其實如果你到BVS 最後都是打Doomsday的話 其實這個故事你會明白 他們兩個沒有conflict 要解決 但問題是甚麼呢 你Star Wars那種 碎濕濕的剪輯手法 為甚麼你會明白 因為故事很簡單 但這段就不是 你又是有空就講一下超人 有空又講一下Batman 有空又講一下超人 有空又講一下Batman 有空又講一下Batman 你根本不會知道 那即是怎樣 但突然間就會出現 大家的老母的名字一樣 如果不是解決這件事 而這其實是說 超級英雄和超級英雄之間的信念衝突 在他們混合裡面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理解那個信念 其實那個信念是要鋪排出來 而現在你的問題 其實大家會覺得 就是Batman那種的無理取納 其實他不是無理取納 只不過是甚麼呢 他沒有經過一個安排 就是因為Bush White裡面 他講的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超人很危險 就算他現在是幫我們 不難保將來 有機會 他會來殲滅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做好準備 這件事老實說 他應該要經歷過 我可能說他有一件事件就是 他被一個超級英雄 或者一個好人去背叛了 這個位其實 如果我簡單來說 如果你說用黑夜之神三部曲 雙面人是一個例子 雙面人曾經是一個好人 他曾經是主張甚麼叫正義 他為止公義 最後是因為一些事 令到他變成一個大惡人 這個我們就要知道 你是經歷過一件甚麼事 所以你會有這麼強烈的想法 覺得這個世界好人 是不會做一輩子的 但現在就是甚麼呢 他那種避害妄想症 就是不行 你比我厲害 萬一你突然間 萬一你突然間 一撞我一槍 我怎麼搞 他有打算拍的 看到他有一幕 特意拍著 羅賓的衣服 你無限聯想 之前發生過甚麼事 你以為以前發生過 某些很重大的事 你到現在批發這個人格 但問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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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入場的時候 看這些位置 其實是說共鳴感 這件事又好像很難解決 這件事 你又好像你對 你又你有道理 我又有我的道理 現在叫做甚麼 大家都不想 這場戰鬥 可能只是一個偶然的信念的控狀 兩個都對 但它不能夠同時存在 但你最接受不到就是 你不可以把所有事情 一些鋪陳也好 打的原因也好 resolve的原因也好 你留在一些 你想到了 我給你一個頭射 你自己去聯想 你不要用一種 我被動 你期待我猜到 你猜到些甚麼 來推動故事 理所當然不是必然的 因為理所當然 其實理所當然 是有一個前設的 理所當然就是 你知甚麼叫蝙蝠殼 那就出事了 不是 有一個問題 你叫做漫威 他電影版的實觀 和漫畫版實觀 可以分開來看 你一個觀眾 你不看漫畫 你不做一個先導讀 你看電影 不會有甚麼問題 但DC的問題就是 剛才你這麼說 你明白的 你明白的 那是甚麼意思 你有看編迫漫畫的 你有看電影版 但現在的編迫的電影版 跟以前的電影版 和漫畫的角色 的性格差很遠 而這裡的問題就是 因為過往的編迫漫畫 的電影也是太多 可能我十幾年前看過一套 然後你是看黑夜之神 我看十幾年前那一套 不知甚麼 90年那一套 然後我入場看 和你入場看的感覺 就是 我原來看那一套 他沒那麼瘋的 他現在突然神經發瘋 為甚麼會 為甚麼羅賓沒有幫他 羅賓說 羅賓說 有這個角色的嗎 我看那麼後面見過 甚麼叫羅賓 摩根菲文就在那裡 他很依賴觀眾 你明白的 他依賴過認知 超揚蝙蝠俠 這個角色加傳媒曉 我知道 我明白 但每個年代 八十後 九十後 或七十後 對蝙蝠俠的印象 是不同的 所以為甚麼 Marvel依然在做一件事 就是 他每出一個新的Super Hero 尤其是重點宣傳的 他一定會被一個個人領襲 無論多少集 因為他要被人確立 這個角色是甚麼 即是你沒看過以前的 那我當新角色 你看過以前的 Stop 這個是新的角色 你不要考慮以前的馬馬版 忘記了它 而你不可以發現 就算你的Super Hero 大堆頭也好 有些人都不喜歡某些角色 其實是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 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說你看吧 我很喜歡Fresh 不過 沒有啊有Fresh 看見到嗎 三個小時 他出現過的 即是你沒理由這樣去做 他出來的 他的做法 就是變成X-Man以前的做法 就是今集突然間 有哪個人加入 那個人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個人 我記得網上人說 有小手看 他已經入場得知得擊隊 然後就出了線 所謂叫Mixed Up角色做 Marvel就是 它是循序漸進 就是它確定Build Up了那個角色 放進去 它叫做現在 開了一個先例的 不是的 就是黑炮 黑炮是先在Mixed Up裡面出現了 再之後才補過 不過這個 如果跟回它原本的原本的計劃 其實它 都會拍的 其實是應該說 先出了黑炮之後 先出了Civil War 但是 因為那些排期的問題 大人的理由 所以它把那個次序掉了 所以 也由此可見 就是 Marvel是深知道 這一套的角色素造 是怎樣去玩出來的 就是它憑它 叫做 滴滴撞撞 試驗了很久 知道怎樣去build up 一個角色出來 讓你喜歡 因為有些人都會覺得 哇 它混合了這個角色 會拆出什麼火花呢 還有就是 會留意到一件事 Marvel不是說沒有做到 就是在其他的個人影集裡面 投入某一些角色出現 但是很多時候 它的手法是什麼呢 提名字 或者用一些很輕輕的帶過的角色 甚至是彩蛋 才讓那個角色出現 讓它不會搶掉 而你又會覺得 它跟那個有關係 或者就算不知道那個角色 然後你會說 是誰來的 然後可能下一套影集裡面有他份的時候 你會對這個角色 因為你看到前一套 有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 印象的角色 就是誰出來的 他會說是否容易打擾來的 不知道 進去看看就知道 還有它有件事很聰明的 我覺得 它有時候 Easter Egg 它是放在尾上 而且其實你要知道 就算你那個人不看到的戲 其實現在這個年度很多 網絡上面的瘋傳 你都會知道其實它的彩蛋 其實是提了些什麼 所以哪怕你對於那套戲的本傳 是沒有興趣看 其實你都會知道 Easter Egg 跟那個人最後會有什麼關係 而我想 另一方面 不得不提的話 就是其實 在這些影集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敵役的角色 因為每一個 無論個人影集也好 混合的電影也好 他們都會有一個 Big Boss 是需要去對付的 這個Big Boss的角色 其實它跟Super Hero 是同等的重要的 這方面 是這麼說的 Marvel 不是做得成功 Marvel 是純粹說 就是掛著牌子 寫著 我是敵人 還有就是 它有一個 考量就是 通常那個敵人 跟那個Super Hero 或者個人影集也好 或者如果混合的話 那個強度 他們是會留意 那個平衡 不會讓你打一個 你打不贏的對手 所以麥薩斯就坐在那裡 等待 而DC在這方面 我自己 在我個人的觀點 認為其實 DC的敵人 那個的深度 是比很多 Marvel的敵人 是高一點的 在我自己個人印象裡面 但電影做不到 那些人就是純粹邪惡 你不要說到 小丑這些層面 其實他有很多 因為很多都是由一個 普通人或者他有一個 背景去轉換出來 在那個側重點 其實DC的漫畫 是會講很多的 所以有些人 是會喜歡敵人 多於是喜歡這個主角 但問題是 電影版做不到嗎 現在是 電影版不是做不到 電影版其實很多時候 問題是什麼 因為你都知道 就是一個Super Hero 他有 一千上萬的敵人名單 他在這個敵人名單 在電影版裡 你只能夠選一個 成為他的規防物有 那一集的 只能夠選一個 選哪一個 選哪一個 其實 難題是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 當然有些很順理成章 就是 讀案 替街 當然不是 貓虎自己拍的 但是 reboot了無數次的 這個 spiderman 陸魔永遠都是 首選 因為陸魔最簡單 是基本關係 平時你做人的時候 跟你是朋友 可以講關係 到敵人之後 打都可以有關係 但是很容易聯絡 去做一個敵人 那敵人的問題是 那敵人的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 Green Lantern 和這一套 我發現了 DC選敵人裡面 通常都是選一個 他很喜歡選一個 什麼呢 那敵人不可能 在能力上 戰勝他的 敵人 即是欺負他的 或者是 力量層次 根本上是 兩個級別的人 然後 你要 在那個影集 一集裡面 你要去打贏這個敵人 怎麼打 不是 綠燈合得一鬥 如果你肯拍全部 綠燈合得一鬥 你肯拍全部 你肯拍全部 他相信這什麼 他用什麼 信念的力量 用什麼的守則 去行駛他的正義 即他裡面的 這套東西等同於 就是什麼呢 兩年前 講這個 Arcaelion 你不可以說 單單憑信念 你憑一個 一隻狗 即是三分一力量的狗 加一部 三分一力量的Arcaelion 他對付一部 神話型的Arcaelion 怎麼贏啊 在那個力量層次 神力是贏得的 這裡也是犯了一個問題 你看到就是 最後打贏 你不會覺得 那個Super Hero 是因為什麼呢 我因為信念 信念 再加上他的力量 再加上這個 外怪的家成 不理什麼的外怪 即是少量的外怪家成 地利也好 什麼也好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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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壞都好 即是龍珠 一個打不贏的敵人就是什麼 我就打不贏你了 我龍珠 神氣 元氣彈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我一個人打不贏你 我集中二億人的力量 然後一下子扔死你 你也說 我其實贏不了你的 不過全世界的信念力量令我贏到你 那你死而無怨 但在DCE的影響裡面 那個敵人不是憑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是憑一些好 你是不理解什麼 Granton所謂用意念的力量 那種力量是無限大的 打不贏他 但是扔他到太陽 可以燒死他 然後自殺特工隊 明明那隻魅魔女 是用念力 可以防止任何東西 但是師科可以解決一切 他可以防打擊、防暫擊、防爆擊 你這個東西會令到 突然之間 潑了一層冷水給你 你覺得 其實這件事不太好看 簡單的說 就是他那些解決辦法 其實是挺bullshit 是挺bullshit 即是不是一個同 即是Ironman那些 通常他只是打科技 他只是打科技 打一些用科技做出來的產物 Captain就沒有太特別 不過Captain通常都不會給一些 適用超能力 即是打真槍實彈型的角色 很容易的 你看到就算是鋼鐵盒第三集 說有滿彈出場 最後是普通人 就是近一集 他近一集 因為如果打滿彈 其實是打不贏的 然後可以說駱薩斯 你站在外面八年 也未進來 即是雷神打的是神域以外的人 或者神域以外的人 如果這樣 其實你會想一個問題 其實你隨便 如果扔一隻雷神堆的敵人 扔給Captain的話 不用打了 世界完蛋了 不用打 所以好刻都不能出來 你想一下雷神打一集 的Destroyer 下來了 到處噴火 做什麼 這個位置就是 為什麼選敵人 是這麼重要 還有那個等級 就是什麼呢 他可以高級過你一級 但他不可以高級過你太多級 即大家打RPG都知道 沒錯你是可以越級挑戰 但你不能夠越太多級 越一兩級 一定會越5級 那你越太多級 你是用BUB打贏一隻怪 你不是用個人實力打贏一隻怪 這個套劇 是不會好看的 而且你無法調整 那個Hero可能就是 說了大半集 他行駛的信念 那些 最後不是憑他信念的力量 不是憑他的堅持 憑他的努力 只是憑一個不知什麼 憑師傅可以解決一切 這件事是不好看的 這件事是 而你不要說去到混合 我們說回Batman vs Superman 這套 最後打那個敵人 沒有的 你見到就是 表題叫BVS Batman 其實你走後一點 你左轉角打 這裡最大的比較 就是Avenger 在這裡就是 每個人角色的崗位 甚至在Avenger的第一集裡面 Captain Captain其實是什麼呢 是一個指揮 純粹是打地面戦是什麼呢 他是掃描 而所有的大東西 其實是被誰打 Fore Hoke 以及Armin 你看到就算鷹眼 是 竹仔野 他們那些是什麼呢 難聽說啦啦隊 打Gigi 好聽說政策 或者是智羅 但問題是 人家都會表現 他們有做到事情 不是坐在那裡吃飯 因為這裡其實 也是很難批聲的 其實DC也都是 Marvel去到之後 他才是掌握到 什麼叫做連攜忌的畫面 有矮人出來 而Avenger裡面 其實他都是小事牛都市 但是什麼呢 DC在這方面 明顯的經驗是太少了 尤其是在這一套電影裡面 你見到一件事 再看完自殺特工隊之後 是發現了什麼呢 他們的所謂合作是什麼呢 你上完打完他們兩槍 原來後面那條是站在那裡 你打完了嘛 你退後了嘛 我上前 這個就是日本特色片拍法 一個來一個 好像五個人打過 其實一個來一個 對啦 是一個打一個 根本上你見不到 所謂的連拐 在裡面 你不覺得 這班人是合作著的 因為其實這些電影的所謂的 美劇式的所謂的大集合制 就是什麼 排除曼蘭 我等了三年了 終於可以看到他們同台演出了 然後你告訴他們 他寫一槍 然後你說 我寫完了 你寫吧 這個 你見到什麼 你真是當我 迴滬攻擊是基戰 Exactly 我覺得是那個畫面 我不覺得你們是合作著 其實是 這些畫面的處理 其實是 Marvel也是在AV2裡面 他才是 很掌握到這個拍法 去將 每個人 哦 A加B 有這個combo B加C 有這個combo A加C也是一個不同的combo 你要見到 其實他們之間的默契 這個當然 我不知道 Marvel是經過計算的 第一集大家不太熟 怎會有練軌技 第二集 加上一些好感度 升級之後 我們才會有練軌技 平常要練習 那個練軌技 我不知道DZ是否也有這個考慮 他們三個人都是 一來到之後 你認識他的 你認識他的 我不認識他 不過那兩個人打我們 其實Batman那個位置很有趣 你好像在看那些球賽 上面的球迷在扔起水罐 不是 那種感覺 不是 躲威浪第二集 星仔星仔接力 拍換完打 打完 星仔接力 達叔來 拍又換人打 這樣而已 那種他做不到mix up 當然你說這個mix up 更加弱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之前裡面的一些 build up 其實 我等你們合作 我不是等了很久 一個多小時 你們已經 你們已經抱著了 因為媽媽同名 你們已經抱著了 你其他人是 他們經過了 哇 跳了十幾鋪叉叉 他們才 終於可以在床裡面 抱著一塊 終於看到你們可以一起 一起作戰 是 很壞的 這個說法 沒所謂 那些人是CP 你想想那時候 上完SILVER WAR之後 那些人可以剪一套 冬盾之戀 和冬日之戀 你看他提供了多少素材 你就可以明白 是鋪了多久 與其說是電影 或者是 那個導演的功力 倒不如說 其實這件事 是靠 它是一個時間性的問題 它是一個 時間最大的敵人 你不可以超越它 你不可以 強行說 一個速食班 就把這件事 灌輸了 比我 剛才一開始 提過一個例子 就是Gurlado 他那些感動 不是說 你哭啦 這個應該要感動的 你幹嘛不哭啊 你瘋了嗎 你瘋了嗎 你不是這樣去銷 一個感動出來給人 同樣地 這些所謂 Superhero的合作 不是說 合作啦 現在合作 你不覺得很感動 很煙的嗎 不是這樣去 強行去推出來 這些事 你更加不要說 就好像今次的自首特工隊 它裡面 其實陳述了 就是DC拍電影裡面 或者DC的高層 不知道究竟原裝是怎樣 因為我們對這個 都要所謂的 導演戰七版 或者是David哥 心心不憤 自知 出發的是什麼 我出發我的David版 出來給大家 小丑版 這個真是 給你看到 這些所謂的角色 究竟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因為現在 《自殺特工隊》 我看完之後 其實那個感覺是什麼呢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他們有多大根大阿 他們其實都是一個好人 比起 故事裡面 那些 自己是正義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慘 就是 我想你看《魔界》也好 或者看《X-Men》那套《Future Path》也好 別人的銀卡版 或《Extended卡版》 其實是一些補完的東西 你不會看不明白 那些位置 但這邊的補完的東西 你根本都不知道是什麼 純粹是你提出那個核心 Marvel不是說 他編劇那個特別厲害 而是因為 編劇是什麼 他其實一想 我很相信 一個劇本裡面 他斬成 他斬了那些東西 他放到第二集 他再拍 他不是在這一集裡面拍 他是用時間 去把他一個很簡單 很直接的一些核心理念 去銷售給你 但其實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你說的好像說 用時間 聽來好像很負面 你說 我現在要追 我要用時間去追 但我不明白 你拍多一部電影出來 那其實你有票房 你這個時間 其實不是浪費 你有錢回來 當然你可以說 我這部電影未必可以收 但在這個年代裡面 你拍多難 其實有一定的票房保證 我覺得DC沒有需要 說我一集拍很多東西 一集拍很多東西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這麼蠢的方法 這也是很多人不解的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其實DC為什麼要這麼急進 老闆丹 你超人 偏方俠 尤其是神奇女俠 還沒拍電影 你這樣拍法 怎麼會輸呢 座底都肯定要八億九億 告訴你 沒可能會輸 你拍到那一套 不會死的 但他們不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電影 你拍一部電影出來 說的是要兩年 甚至三年的時間 才拍到一集出來 計算你還有很多後期製作 因為現在根本是特技掛稅 那些製作的時間是很長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我純粹猜測就是 DC真的很急進地想 他的DC宇宙 盡快出現 我覺得他已經放棄 甚至是他已經掩蓋了自己的對手 說一定可以的 但我覺得現在是黑洞出現 不是宇宙出現 不是 挖頭腦 你衝下去 應該 可能拍完第一個正義聯盟就沒有了 信不信 剛才說了這麼多電影 其實DC叫做這些超級英雄的片裏 他在電視劇集方面 他的優勢是來得很早很早 已經開始了影集計劃的公司 比起Marvel是近來的 但 當然 是有很多大型的理由 因為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通常拍劇集的 他找那幫人去拍的話 因為那幫人是一幫製作公司 你要去跟他們再交易 把這個版權 看看是否可以放到電影版裏 他裏面會有錢的問題 還有演員版底 演員版底的問題 一大堆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很難將影集的東西 導入到電影裏面 所以 DC一直在影集方面 其實是很成功的 至少就是他在地化的英雄 很多生活化的英雄 他擺放在電視劇方面 因為可以長拍長有 一個人可以苦惱二十多三十集 都沒有問題 六戰俠 小跌俠 阿扣也很煩 還有神奇 神奇俠 Supergirl 這些 也都是 他DC裏面 其實他應用不到 他影集裏面的優勢 因為你看到就是 你也看到 迫於無奈的Fresh 他都要 明明已經 看電視 大家都已經看到 《青靈白症》的Fresh 都看了一段時間 然後你現在 在電影版裏面 你要轉另一個 就是 人們覺得好像浪費了 或者兩邊好像沒有關係 都未必浪費 至少《青靈白症》的名堂 你的背景 背景 可能近似 那就不用拍個人特集 你這樣說 就是一種 你假設我會去看 你明白嗎 如果我們現在說 這麼大堆 他為什麼要做電影 他傳媒體 他就要給一些 新的人去看 如果說 我有一班新的人 我看開劇集的 你明白一件事 就是 他看這套劇集 未必一定看過內容 他一定看過人 等於為什麼 他要先找那個男星做 那個變成新男神 一定有一班觀眾 就是他跟著那個演員 但你一轉演員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你對你的票房的保證 是差很遠 還有就是因為 其實《Superhero》片 有一個特色就是 先拍先贏 先拍的 哪個演員先拍 那些人的印象 就會跟他一樣 對 即使現在 我想大家都很難認同的 就是 最深入民心的 Hill Jackman 一定是他 這個是沒有辦法 這個是先入為主的觀念 你很難去扭轉 為什麼你會選他 因為他是最適合那個 但是 這個世界有所謂 金錢的理由 和我人紅了 或者我溝到女 或者你死的問題 這些事情 大類這些問題出現 所以就說 這些事情其實是很難去應用 我覺得他現在去搞到他 但是 而 Marvel那邊 其實在做一件事 Marvel是什麼呢 Marvel是放棄了 Cords Over Marvel是什麼呢 開支線 不是嗎 補完 電視劇的細菇 和電影版可以不接合 但問題是可以背景 是一個 他算是補完 我認為是補完 甚至其實 因為 Marvel另外一個 再開了一個 電影的就是 Avenger 在拍攝的 他就是開Defender 因為Defender那班人 全部都比較土炮的人 就是沒有什麼超能力 街頭作戰式 就是 甲組和粵組的分別 是有點詆毀 但是 形象化來說 就是 總之 一個就應付這個 升制的危機 你就應付這個 城市的危機 大家就解決了他的問題 可能去到之後的第三集 Avenger 他們去宇宙 打諾薩斯 地下的子光變化 就是街頭那邊 搞 合理會補回 可以 所以 變成了就是 Marvel 不過我覺得 Marvel是因為 他有吸收到 DC的經驗 反過來 DC沒有吸取到 Marvel拍攝這類型的經驗 在外觀上的經驗 現在來的就是 DC的高層很短時 其實是 短時程度 好像是一些 大家上班見到一些 老殘老闆 那樣說 現在出了一隻Pokemon歌 剩一隻 做吧 為什麼不做 不是做 快點抄回一隻 不是做 他現在給我的感覺是 那種 他們拍大堆頭 我們又拍大堆頭 現在我的角色不受歡迎 你看不起Batman Batman你看不看 我上一部 幾多人看 我將Batman拌到超人 這一段 豆豉明要拌飯 一定有人吃 鮑魚加魚翅 這麼貴 一定有人吃 大佬一批東西 好吃的就吃 承羅 不好意思 但是 現在不是兩種名貴的素材 混在一起 它就是一碟好吃的菜 DC現在 至少 近年 都不是近年 都近六年 不算Batman的三部曲 你把角典容開始 角典容其實都是拍得一般 就是它叫做什麼呢 不要不壞 中環中 我覺得OK 你還在第一部電影 中環中 剛剛說合理 你不要太冒險 不要太急中 那些就很正常 但是其他那些 似乎就是 由它見到 Marvel 的成功開始 它就急了 急到那個地步是什麼呢 放棄了一切 都要去拍 拍一套出來 你看 對 這方面也是 它平衡不了 所謂英雄片的核心元素 和娛樂性元素 因為 基本上 Marvel 那個類型的娛樂性元素 其實 是由一些角色 所謂言語之間去透露 大家都不會覺得 哪個角色被人打臉 是很可憐 因為你覺得他們全部都太囂張了 你會覺得 就是 Marvel 裡面所有角色 被打臉 是很可憐的 哈哈 你是會 但是 這個是因為 它建立了每個角色 就算串嘴也好 有不同的串嘴的方式 大家會根據什麼呢 也是剛才我說的 那個英雄索造的背景 就像你看 Adventure 裡面 Captain 和 Iron Man 的對話 講到一些高科技問題的時候 另一個就短路了 然後 他和 Hope 去講話的時候 就是和 變形合意 是高級的對話 心靈的交流 物理性的交流 你會見到不同的角色 這些交流 你會見到出來 但是 這些交流 現在和 DC 其實講了言之上早 因為 都沒有交流 已經死了 已經 有 所以有交流 但是他沒有做到 你一開始 短兵相接的交流 大家都起了槓 一定是 那個有出來的 但是你說 做得好不好 我覺得見仁見智 我覺得真的不是太好 因為兩片都太硬 太硬 他之後出了一個 trailer 說之後 找人 Batman 和神奇旅合 找人 暫時 我又不覺得 trailer 那些交流 有多好 Fresh想找朋友 所以加入這個 都幾 你一拔 我拔都 朋友 握手 這些搞笑 這些就是 按得這麼巧 這些就是命運 這些 我覺得 你說 DC在 沒有三年時間 最少三年時間 其實他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最重要就是 Marvel 現在是正直盛世的時期 還要拿著一套 Infinity War 在手裡告訴你 我正在來的 還有兩集 然後 你不要說 不說遠的 說近的 我只有一套 奇爾博士 Shirle Hulk 在這裡 你已經打死你了 一堆衝進去 我已經看到 披風很帥 挖回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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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剛才說 他怎樣善良一些現代的癢 如果這套 我們懂得笑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些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東西 我們才會笑 想不到一個深山深藏的地方 會有這個東西 但Batman那裡真的沒有東西可以笑 我不介意他會不會笑 但問題是 你能否給背景和行事風格 有沒有一個蜜蜜蜜 你做不出來 你做不到 他有時候就是 他變身前 和變身後的行動理念 好像轉了一個人 我換了衣服之後 就說那個不是我 我眸了面而已 我眸了面 眸了面就是另一個人 你有沒有看日本漫畫 是高湖規矩 戴了一個面具 戴了一個面具 就性格都變了 所以你說 DC在這方面 那條路還是很漫長 漫長到我覺得 他沒有可能成功 那條路還是明年要做 可以可以 你已經是第一次正義聯盟 我覺得 那套正義聯盟 真的會變成恥笑聯盟 有機會 他有沒有出現正義聯盟 那個電拍呢 不是 超雲可以彈起來 超雲都擺明 會彈起來 是的 儘管看看他怎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 與其說是演員 或者導演 或者劇本的問題 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都覺得是高層的想法 的問題 太急進了 慢一點 我覺得 我們寧願看一套 個人影質 你慢慢build up 上去 你慢慢追不要緊 老實說 實有票房 我也是那句 我也是那句 實有票房 老實說 我老實說 你現在拍到整個屎 都有人給你錢 那為什麼你不拍好他呢 還有助你自己 其實吸納一下 其實你現在做這些事情 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有一幫年青的一輩 去投入你的市場裏 你現在拍到整個屎 出來之後 有些人說 這裡是笑片 你看到 撐的人是看粉絲而已 那沒有意思 其實你看到 你怎麼進不到新的觀眾 對 所以 穿著這個點的話 真的 slow down 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對 那今集我們就去到這裡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